在《鬼秘之刃》的漫画中 尚嫌疑黑死魔对战炎柱 封住时看着开启了斑文的炎柱说道 鬼杀队员开启了斑文之后 是活不过25岁的 而炎柱则识破了黑死魔的谎言 黑死魔敢断言活不过25岁 就肯定见过超越这个极限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初代最强见识日之呼吸的季国原医 斑文是什么 即使呼吸日之呼吸的使用者 季国原医是开启斑文的第一人 开启斑文的条件就是心跳过200 体温到39度 开启斑文的剑士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提升自己的体质跟实力 但有一定的副作用 开启斑文的人可以短时间内 提升自己身体的所有能力 剑术与实力都会远生之前 而且当有一人开启斑文之时 身边的人也会逐渐开启斑文 如同被传染一样 日之呼吸的使用者 季国原医作为鬼杀队史上最强的剑士 也就是第一个拥有斑文的人 曾经将鬼王无惨逼入绝境 同时期的鬼杀队员也都相继开启了斑文 所以同时期的鬼杀队 也被誉为鬼杀队史上最强的队伍 但力量往往是伴随着代价的 同时期开启了斑文的鬼杀队员 没有一个人能活过25岁 斑文的力量似乎伴随着 生命的消耗简称科幣 所以黑死木不愿意过早结束自己的人生 加上对弟弟的极度 自愿变轨成为上弦之愿 而几十年后黑死木与原医再一次相遇 黑死木惊他原医还活着 然而下一秒就是被对弟弟这种偏选之人的极度蒙蔽 曾经是并肩杀鬼的亲兄弟 现在却因为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 而要刀兵相向 而更让黑死木惊讶的是 即使得80岁的原医所释放出来的压迫感 完全不亚于全盛时期的他 本想全力应战的黑死木 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原医的对手 或许是原医估计兄弟至今手软 又或许是原医真的油精灯哭了 黑死木活了下来 自此黑死木对于斑文觉醒有了更多的理解 斑文觉醒者是有可能活过25岁 原医开启斑文后融合到80岁有两种可能 一 原医的体质与斑文契合 它可以无伤开斑文 二 原医的呼吸法修炼到了 极致可以像拳击中一样 拳天开着斑文 开启斑文后 确实可以提升自身实力 将自己的反应能力 速度 力量都提升一个档次 其本身就是柱级别的实力 那开启斑文后的柱 是可以有跟上弦单挑的资本的 但即使是柱 让体温突然升高然后保持一定时间 也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初代见识几乎团灭 也跟这个有关 所以极度低低的黑死猫 才会选择另外一种活法 原医能逃脱这个魔咒的第一种 可能就是它的体质与斑文契合 开启了斑文的原医可以无损使用斑文 别人需要科免才能做到的事情 它可以像呼吸一样自然使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无怪鬼王会被原医逼入绝境了 黑死猫对于原医的极度也情有可原 你想想从出生开始一直被地皮天才的光芒压制 到了生死的问题上 所有人在得到力量的同时 必须失去生命 而原医根本不用 谁的心力会平衡 只是黑死猫最后的做法太过偏激 成为了鬼的他就注定赢不了原医 在《鬼灭之刃》中对于血缘跟天赋 对于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原医是天选之刃 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二种可能 东风道极的呼吸法让原医可以如同开启 拳击中呼吸法一样无伤开启斑文 在《鬼灭之刃》之前的剧情中 盼智狼对于呼吸法的运用 是从一开始的需要 才用到了后面达到的拳击中全天后使用呼吸法的 现在斑文的觉醒也跟呼吸法前期一样 需要开启的时候才会开启 他的时间越长对身体负费越大 那么原医作为最强见识 如果他的呼吸法修炼到了极致 全天后开启斑文从而让身体适应并无伤的话 原医就能跳出25岁前死亡的魔咒 而且在和探智狼的祖先探极交谈时 原医的斑文是一直存在的 由此可见这斑文开启 对于原医来说是没有伤害的 在探极问道 那你的剑术传承怎么办时 原医说的穷极道者 追逐一统 意思应该是剑术修炼到极致的话 最后到达的终点是一样的 有可能剑术 呼吸法修炼到了极致 就能到达无伤开启斑文的境界 你们觉得呢 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大家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